拜拜 你好 陈敏荣先生常年旅居美国的华侨 因祖坟在台湾 于四年前回台扫墓时 在茫茫一片的观音山坟场里 竟然亲身经历了一段 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域事件 您跟我们提到的这一件事 有关音在台湾记住还是在美国记住 我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 你才開始記住 對,我是很小的時候 我父親就走了 幾年以後我回到台灣來 我是背著我媽媽要去記住 但是因為我怕我媽媽會傷心 所以我自己跑到觀衣山去 但是我明明知道說那個地方 當天的情形是大白天 差不多早上11點鐘陽光普照 全部身上是只有我一個人 但是我知道說那個地方 是我爸爸的墓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就上去了 那個地方繞了半個鐘頭 找不到 找不到我就心裡很急 而且又思念之心我就 眼淚就流下來 我一流下來的時候 然後我低頭一擦眼淚 咦,明明就在我的前面 墓碑就在那個地方 我為什麼那個地方繞了好幾次 都沒看到 怎麼繞找不到 對,怎麼繞都找不到 眼淚一掉下來就找到了嗎 眼淚掉下來 而且我是身... 我低下頭來擦眼淚的時候 咦,就在這個看法了 就在我腳底下 那因為那個草很...很長 所以我拜了以後 我也是... 戶到老闆店以後 我決定去找一個人來 幫忙幫他爭議 對,對,對 那關心山是亂戰鋼嘛 那亂七八糟了嘛 所以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 因為我聽人家講說 你必須要跟人家說 借過對不起,借過對不起 啊,對不起 對不起,借過 我是背著大家的那個... 背著那個墓碑往下山上走 走的時候我都一直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走到剛好跳了一個... 一個... 一個... 墳的那個... 一個...枯 嗯,一個凹是嗎 不是,一個那個... 牠的一個那個... 牠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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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複座就出不來的位置 對,對,對 跳,一跳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從上面跳下來都很順的嘛 牠就說對不起,對不起,就一跳 跳到那個地方 一跳下去 欸,整個都卡住了 欸,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應該是往前 因為那只有一塊小塊 磚的那個... 那個... 程度嘛 那我腳就是... 前後 因為不能夠停的 那個不是那麼... 距離不是那麼關 所以卡住了 我說還是往... 還是往... 要往前走 走不了 好像有人... 把你... hold住那個... 你的腳 就是說把你那個... 就不讓你走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很... 很自然會跳下去 因為我一路從這邊跳下來嘛 那既然說跳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地方應該再跳下去才對 我就... 啊,好像定到喔 好像是電到還是什麼的 就是不動 因為... 照那種情形之下 你往山下走的時候 你不會說 去看人家的墓碑還是什麼的 對... 每個墓碑都是背對著你 你的墓碑同方向 對... 對... 所以... 這個情形之下 這個墓碑是在我的... 左手邊 對... 我是正在他的右手邊的那個... 那個... 哭手 欸... 這樣差不多三... 三分鐘的時候 忽然間我也不會去看右邊 就是很奇怪的往左邊一看 對... 那口... 左邊那個墓碑是四方形的 嗯... 四方形我看... 正面的時候是 看著三個字 我也是嚇了一跳 所以我變成... 回一聲過來 回一聲過來 因為這個是四方形的嘛 所以回一聲過來 看到前面那個... 名字 就是說我伯婆的... 伯父的名字 但是... 我看了一年 就是以為說 啊... 這是一樣的... 同名同姓的很多嘛 那我就還是要走 因為不可能 因為... 事先我媽媽也沒有跟我講 家裡人知道... 只知道說通知我 說她已經往生很久了 但是她沒有跟我講說 在這個地方 那我還是要走 還是走不了 那我就很納悶 我說好... 那我... 看看... 是不是有... 就像說... 幾房... 她一家有... 男孩子五個 還是什麼的 就寫五房 兩個男孩子就是寫二房 這樣... 這樣我站在前面就看不到了 在前面看不到 變成我轉身的時候 欸... 我可以跳下去 我跳到裡面去了 就往前走不能夠走 往後上... 欸... 我就竟然跳下去了 跳下去 跟妳走到後面來 看是兩道 就是... 正式是我... 伯父 因為我必須要走到 另外一個角落去看那個... 看那個伯父 對... 因為它四方形的嘛 我只有唱... 對... 是我家的那個... 祖... 祖... 祖父 對... 寫的是銀川 就是我們成家的那個祖父裡面的字 對... 還看到那個是... 對... 看到那個是那個... 男兩大吧 嗯... 我也是... 我就是... 當場我就是... 我也是控制不了我的... 因為那我大伯... 生前都是... 對我很好 我出國的時候 他也是很照顧我的 所以看到墓碑已經確定是... 沒有... 對... 對... 我都既然說今天... 一個大排天 還被兩個兄弟那樣子 開我玩笑 是很... 想... 都想不出來 為什麼他會把我hold住 這樣子... 就是不讓我走錢 那你大伯有沒有小孩啊? 他沒有 他沒有... 他... 我... 是... 我可能是我伯母那邊... 那方面不能夠... 有孩子 所以從小... 嗯... 我就知道說... 我... 爸爸媽媽... 把我那個... 五姐... 給他... 因為... 就你的親生... 親生姊姊... 姊姊... 對... 我第五個姊姊... 因為我家裡這麼多姊妹... 十二個... 對... 那過去給伯母當女兒... 對... 但是我... 伯母是一個心態很... 不健康的人... 他一直... 從小就念在我... 姊姊... 對... 對... 他... 他也靈養了兩個男的... 從... 什麼威脅怕都來... 哎呦... 好啦... 那就是當我... 姐姐十九歲的時候... 有一天她要去參加同學會... 嗯... 我... 我... 第三個姐姐有送給她很多漂亮的衣服... 她可以穿... 但是就是說... 去參加同學會... 她... 沒有鞋子穿... 那怎麼好意思... 怎麼去那個... 那個大場面啊... 那我伯母就... 偷偷的帶她去... 臨下路... 延環... 那個夜市... 買了一塊... 一雙三十塊錢的... 那個... 那個... 涼鞋... 因為那時候夏天嘛... 是... 那回來就糟糕了... 回來被我... 伯母... 發解以後... 在三逢爆發以上... 不打... 因為她是十九歲啦... 又開始罵... 因為那個... 不堪入耳的話來... 罵我姐姐... 她就到樓下去以後... 喝啦... 一... 一口的那個... 農藥... 農藥那時候... 一口喝下去應該是... 不會死的... 還不至於是... 對對對... 那... 這個是... 事後的問題... 就是有一天... 啊... 就是... 有一天那個... 早上... 六七點的時候... 我伯父跟我姑姑... 到我家來啦... 一... 一進來我們... 他們就... 我... 我伯父就... 跪在我父母的面前... 那時候我只有十歲啦... 因為我姐姐到我九歲... 我們被那個... 徒萊的情形... 哭聲... 驚醒... 欸... 聽... 原來是我姐姐已經... 自殺死掉了... 嗯... 好啦... 這事情過了... 一段時間... 那... 有一天我媽媽就... 去廟裡... 一個... 一個小廟... 就是... 檔基這樣子的事情... 嗯... 對... 對... 但是... 輪到我媽媽的時候... 那個... 那個... 官帝君就說啦... 欸... 門外有一個... 女魂... 女鬼求見... 那個... 那個... 檔基就跟他講說... 是一個... 年輕的少女... 穿著白色的洋裝... 刺著腳... 手裡拿著... 四段的那個... 那個... 涼血... 嗯... 我媽媽就聽了... 就是我... 有點像女兒... 吳姐... 對... 她就是... 她說... 你剛剛去門口... 燒香叫... 那個... 請那個門神讓她進來... 好... 媽媽就照做了... 欸... 坐啦... 一進來的話... 然後她就開始... 變成我姐姐... 的聲音就哭起來了... 不是... 她就... 一段不能... 不為人知道的事情... 就是她... 自殺的過程... 那天晚上... 我吳姐回來的時候... 我伯母發覺... 買了涼血嘛... 最不高興... 對... 馬來以後... 沒有關係... 還把那個涼血... 拿那個... 聽頭的... 聽頭的... 拿那個菜刀... 斬成... 四片... 那當然我姐姐受不了... 所以她去喝了那個... 一口農藥... 然後... 她在那邊打轉... 打轉我... 對... 對... 我伯父... 知道了以後... 看疼她嘛... 對... 她... 就要把她送醫院... 那我伯母就... 阻止她... 對... 當初的情形... 她... 她就是現在... 現在用那個... 雞筒這樣子... 剪數給我媽媽聽... 就是說... 直到天... 那個... 雞體的時候... 我... 姐姐的粉才離生... 就是說... 我姐姐離生的... 粉離生的... 一個鐘頭以後... 我們... 我... 我媽媽... 還有我們才去到... 她那邊去... 已經不行了... 這姐姐如果沒有來復生的話... 你這個伯父伯母... 並沒有告訴你爸爸... 沒有... 只說你女兒喝了農藥... 死了... 對...自殺了... 他沒有講中間那個鍋... 沒有... 沒有... 那你伯母後來呢... 後來... 好像一直不好... 因為... 他的那個... 我們主家是在迪花街嘛... 他... 後來發覺那個... 那個... 那棟古房子... 會有... 時常會有那個... 紅頭... 嗯... 紅頭就是... 山上那些... 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墳墓那些... 會有... 紅頭出現...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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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他樓下是那個... 賣農藥的... 嗯... 鋪頭... 你的店... 對... 樓下的店租給人家賣農藥... 對... 他有一個baby... 女孩子...小孩子... 我姐姐很喜歡... 他時常那個小孩子... 對著空中笑... 對... 對... 好像你在逗他這樣子... 喔...這樣子... 所以說觀眾朋友... 做人... 稍吞冷一口氣... 寬容一點... 您也好過... 別人也好過... 對... 他是怎樣的呀... 對... 你真是 earn的耶... 你要全身輕易閃不 그건? 你 Nolan說 victim一年嗎? 他對... 火招一力 你ません... 對 st Sally? 你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